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其实今天Linda心情很不好 因为你看到我手上拿着苹果又穿着这身公主服 公主吃苹果怎么可能会开心的起来呢 不过没关系 Linda相信一定会有王子来救我 所以好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 股市白马王子吴冠隆 吴老师 老师好 Linda好 中国同志朋友们 观众大家好 我是股市白马王子 赵尖美白马王子 好王子 其实今天Linda心情很不美丽 因为这几天我就买了两档股票 然后以为是富士苹果 这样闻起来 好香喔 结果没有想到咬了一口下去之后 才发现它是毒苹果 我的股价瞬间腰斩 实在是很凄惨 可不可以请王子拜托拜托救救我 基本上来讲 你应该是真的吃到毒苹果 没错了才会这个情况 那毒苹果像你这样的越美丽的女性 越容易上当 所以说讲白话一点 这个东西就需要我们王子的出现 那怎么样来分辨 你吃到是不是毒苹果 有一些小撇步 好请王子来教我们拜托 我来跟公主说明一下 那有些情况 他美丽包装底下 就是会有这个毒素在里面 例如说利多常见爆 那么股价不涨反跌 这个是常常有遇到的 那么有的是财报一级棒 那么股价一直掉 那最后一个情境就是怎么样 反正说的很棒 说的天花乱坠 可是自己跑得快卖得快 这样子这三个征兆 就是你吃到毒苹果的征兆哦 好那王子你说这征兆有三个 可是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因为其实我有点听不懂 这样子有时候举例会有点伤人 不过为了满足这个美丽的公主的求知欲 王子也不得不疏口伤人 我们就举一档股票 去年最夯让大家最开心 但是最后的下场 又让大家最伤心的一档股票 叫做被动元件的股王叫国聚 去年很夯 有听到国聚这两个字 没有错应该去年没听过他的人已经不多了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状况 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日常部分讲到说 他的订单只有国聚能承接 不管是他这个MLCC跟晶片电阻的缺口 也都是很大的 老板这个整个市场的占有率 订单占有率占同业比重非常高 40% 那整个来讲又努力在搞并购 这样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大的利多出现 对啊 应该大家是觉得欣欣向龙嘛 没有错 你看他这么多利多应该想说赞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来看股价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股价之表现 6月6号劍爆之后 那时候股价收盘还有1125块 结果后来急杀又急拉上去 最后下场就是怎么样 花了半年 直接跌到300块以下 可是他最高的涨到1300多 对没有错 可是那时候你还是看到利多 你不一定懂得逃的时候 他还是跌给你看啊 跌的好恐怖 对没有错 那第二个情况我们来看下去 就是说财报一级棒 然后股价一直掉 他的老板公布说第二季获利 这个是8月7号 去年8月7号说一天赚超过1亿元 真的1亿喔 每天一天就赚超过1亿 一年不就300多亿 对啊那太夸张了吧 没有错 所以老板文华院豪宅一户 4亿订了七八户 这样子就三十几亿了 所以说看起来这个还蛮舍得花钱的 是啊 那结果大户 大户没错 那看他舍得花钱很会赚钱的公司 我们看他股价的表现是长什么样之后 8月7号的时候股价还有这个788块 结果你看他很会赚钱 一天赚1亿的消息出来之后 不好意思 没有赶快买赶快买 结果你赶快买的时候股价怎么样 4个月又是跌到300块 也是腰斩啊 对所以说财报很棒 股价一直掉 这个也是一个毒品股的征兆 那这样很恐怖 那除了财报跟利多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判断 第三个就是最大的重点 就是一件事情想要成型 没有人家在旁边敲边鼓是不行的 那法人有时候就是做这个动作 那法人变成说勒 他在帮大家判断的时候他会给一些研究报告 那你看的时候觉得说 法人应该不会没有公信力 相信他的公信力 那我们来看去年的国具 有没有产生这个公信力的状况 让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看一下去年的国具 法人都说好 整个基本上来讲 我们看上一页好了 那个法人都说好自己卖最快 其实这个 法国、巴黎、摩根、大通 在国具那时候900块不到的时候 是看1650 哇把他调的这么高 没错 那你看到900块不到 你看到1650 你的想法只有一个字 买 买 公立买 对啊 拼命买 因为这些很大家的银行都这样讲 对 这些研究机构都这么看 对不对 结果我们看他手脚怎么样 我们看下一页那个图 是 你看他底下 7月24号以后 其实他并不是一路买 他有买有卖 而且股价他看好之后 那一个礼拜是用力卖 那越看好时反而越用力卖 所以说这个动作就很糟糕了 对啊 他是不是在骗人啊 不敢说骗人啊 就是脚底抹油 嘴巴看起来好像是看好 那看到1600多 结果你连续卖一个礼拜 那大家就会怕了嘛 所以才会造成说 状况是这样 以上这三个就是 整个毒苹果最容易发生的情况 好那王子 我们既然知道 这个毒苹果很会包装 那有没有什么 其实比较快速的方法 直接判断 这张股票就是毒苹果 然后他们有什么症状呢 好没问题 我们既然身为走中的白马王子 我们就一定要比别人有不同的一个判断方式 第一个就是短线 叫做五日线 也叫周线 十日线就是双周线 那有个东西叫二十MA 就是二十日线 二十日线也就是俗称的月线 那等于是六日扣掉 对就是假日扣掉 那二十MA就是二十天的均线 那就是一个中期成本区 中间的中 也就是不会太短 也不会太长 不会太敏感 也不会太迟钝 那这个二十均线 其实就是一个判断说 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跌到一个位置 如果真的跌破那个均线的话 基本上来讲 股价转弱的疑虑就很大 就危险 就危险 这是第一个判断的依据 那第二个就是15% 例如说 举例像我们那个美丽公主 身上有些名牌包包 很贵的包包 还好 我其实没有什么钱买名牌 我钱都投入股市了 你看我多用功 了解 超级用功 那假定你有很棒的包包 瞬间跌价15% 你会怎么想 价格崩盘 对啊 害怕 赶快逃啊 赶快逃 对不对 那股价也是 当你手上的股票 瞬间让你跌了15% 因为现在的跌停板是10% 涨停板也是10% 可是当你手上的股价 跌了15%下去的时候 怎么样 代表价格崩盘 那基本上来讲 无论如何 你还是要先做一个动作 以免说价格持续崩盘 那就会更尴尬哦 好 各位观众朋友 王子说 第一个这个股价 千万不要跌破均线 再来呢 就是一定要设这个停损点 那其实一般这个涨停板 就是10% 你跌停也是10% 那你其实这个 停损线设在15% 其实也不为过 其实你看到10% 就应该溜了 好 那王子啊 那除了这些 我们要注意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避免 吃到这个毒苹果 买到就像Linda一样 就GG啦 对啊 所以我们要帮助 各位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吃到这个毒苹果 我们该怎么避免 没有错 因为基本上来讲 当然第一个 最重要求助我们专业人士 那专业人士会告诉你 怎么避开毒苹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避开 像第一个怎么破解 利多长剑暴 股价不涨反跌 其实大家少做了几个动作 第一个就停 因为有时候大家看到利多时 会很亢奋 对 那你其实可以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 看看这个利多的反应是 一天的激情 两天的激情 还是能够延续 先停一停 慢一慢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不要太躁动 是 好 那第二个看 你要看看股价变动 假定说今天这个消息箭爆了 对 可是公主 股价箭爆了 可是也已经涨一大 那个好消息箭爆了 那股价也涨一大段了 其实是所谓的 利多符合股价的预期 那这个情况就有可能利多出境 那反而变成说 利多无法再刺激股价 有在新的变动 所以这地方你其实是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看看说股价变动是否合理 这样才不会上当 对 那除了这两点还有 就是要听了 因为基本上讲 你要打听多空讯息 像我刚才不是讲到说 老板买豪宅吗 当然这个消息不是全面负面 但是其实有的反而会解读说 老板是不是在本业方面的专注程度 是否会当作一个参考依据 相比之下 如果一个老板他很专注本业 也不去买东买西的 那人家会觉得老板比较稳健 不是说买豪宅 然后人家觉得老板很有钱赚很大 这个东西见仁见智 如果你要用长久经营的角度而言的话 去听听看 这老板到底是为什么会买豪宅 是不是他的股票操作很积极 然后变成说在本业方面的 专注程度比较不够 大家会联想说 你是不是挖东墙补西墙 即使不是印象分数扣掉的话 那对你股价其实也不见得是正面的看待 也有这个可能 对 原来是这样 那除了利多长见报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判断方式 好那当然就是我再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那个财报很棒 股价一直掉 那财报很棒 基本上我举被动员建国具为例 他那时候讲到说 看好两年后的这个景气 但是我讲白话一点 那些大老板 下个礼拜中餐吃什么 都不一定知道的 对 你都不想你两年后 你买几个包包去了 那讲白话一点 老板看到两年后的景气 看得有点远 那太笃定 那就当时的股价跟财报的应有价值 就不一定会对上 因为基本上来讲 可能你现在看得很好 其实股价早已经反映了 EPS一直看好 已经涨一波了 对 EPS一直看好看好 一定有支撑的原因 可是这个支撑的原因 能不能撑一辈子 就像帅 我们以前也很帅 现在也很帅 现在很帅 这样是比较罕见的 老师你刚拿照片来比一下 不是 我是讲事实 但是有人并不是以前帅 现在也帅 那个东西会有落差 像我们这样表里如意的人并不多 真的很少 对很少 所以说 基本上来讲 旧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股价跟财报 没有应该有的 核对的价值的话 就会有可能是毒苹果 哦 老师刚刚讲的利多 对 然后财报 那还有什么 避免吃到这个毒苹果的方式 还有就是说在法人方面 在法人方面你看一下 法人都说好自己卖最快这一点 你要去了解说有的法人 他经常性能在高点的地方 犯例多 调高目标价 没错 在低档区 犯例空 这是追杀 其实讲起来有时候是 追高杀低 那有时候你听了他的话 你去做追高或杀低动作 你已经跳进去 或者是你已经卖掉了 对 可是事后就发现他讲的话 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偶尔要去查一查 这个法人他到底讲话是不是 经常性的都表里如意 像我们一样表里如意 是 就是有的法人他讲话 就是经常性的 会让你有些误导的情况 这地方你要去看看 他有没有前科 才不会被他骗 那他是要坑散户吗 他是要骗你吗 也不一定啦 或许他改变心意 改变得很快 那但是基本上讲 你还是要去了解这个法人 他过去的讲的东西 才尽量不要被他干扰到 是 好 我们谢谢王子的分享 好 今天呢 这个琳达呢 吃到这个毒苹果啊 虽然很难过 不过王子呢 跟各位观众朋友 分享了三个撇步 第一个就是讲说 诶 毒苹果他很会包装 那么再来呢 就是说 诶 怎么样判断 这个毒 这个苹果是毒苹果 就是第一个 有刚刚讲到这个月线嘛 还有这个所谓的停损点15%嘛 对不对 那最后呢 就是老师的这个投资心法 就是避免怎么样 吃到这个毒苹果 好 那各位观众朋友呢 因为今天我们节目到这边 时间有限哦 不过没关系 老师有说呢 如果你手上有任何股票 不管是毒苹果还是苹果 没关系 你不知道 老师帮你检测 麻烦扫一下老师的这个QR Code 加入老师的这个LINE AT 老师有说哦 不管是什么公主都可以拯救哦 对不对 没错 老师你不会偏心吗 欢迎全地球全世界全宇宙的公主 都欢迎来找我 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哦 好老师刚刚已经说了 不管是什么公主 真的都可以来问老师哦 好另外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观众朋友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在脸书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那么也别忘了在YouTube上 开启这个小铃铛装置哦 才不会漏看我们的影片哦 那么再次谢谢白马王子 谢谢Linda 好谢谢各位 好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